內地疑似發生喊人聽聞的企圖性侵案 一名21歲重慶旅網民發貼求助 指自己星期日被一名12歲小學生撲倒磨胸強敏 企圖強姦造成身體多處受傷 他事後報警求助 警方亦將疑犯拘捕 但由於疑犯是未成年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7條 滿14周歲的人就開始要負刑事責任 但因不滿16周歲就不會被刑事處罰 會責令他的家長或監護人管教 必要時都可以有政府收容教養 無需負任何刑事責任 只能對他作出教育 令他不知如何好 事件因來網民熱議 不少人與情侶事主的遭遇 認為法例有相確空間 但亦有網民質疑事件真理